肯定還要休息好幾天 這個球出棒打成了在右半邊方向的深遠飛球 哇 這個球要上去了 就一開始滾滾滾滾 就打成了一個反方向的兩分炮 那麼這也是他本季的第十四紅追上的林立 我來看一下預估飛行距離三百 都還算不錯 對 只是一開始的前兩棒稍微 可能也有被對方的打者掌握嘛 對 那除了那兩隻以外 今天的表現的確是還蠻穩定的 對 Yeah I mean obviously these are the games that we all live for you know we dream about I mean obviously it was no secret you know our magic number was number one you know the goal was to come in and be you know be aggressive and kind of build off my last start I think we executed the plan very well I mean one pitch you know left the yard he's a big strong boy and you know he got the best of that one you know it's just a good old fashioned pitcher's duel which is always fun um yeah I mean obviously at this point he lost you know for the team you know we'll bounce right back though 當然結果來講是蠻失望的 對 但是我們球隊會盡快地反彈回來 那其實這也不是秘密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那個魔術數字已經降到剩下1了 所以這一場是一場很關鍵的 有機會瘋狂的比賽嘛 對 那他其實就是平常心 把自己的侵略性還是展現出來 然後從上一次的先發 延續到這次的先發 那當然就很可惜一顆球 就是就是製造了那個 這場比賽的勝敗 那當然不得不說朱立仁 極力極要拱貫 本來就是一個很有力量的打者 對 那球隊會盡快的反彈回來 結果是一個促身球 有很多的內角球了 對兄弟來講的話 都不是好事情 這是阻力游擊手 看起來好像要下去了 他是不是要直接換彈回來 然後做手臂上的更換 有可能躍正華去手游擊也可以 中央人說是躍動活 躍動活 又趕快併呼 對 看看還行不行 好像要做更換 對 現在岳東華 我們來接替代訪 剛才回報是說有去檢查 然後骨頭是沒有事情 對 那明天會不會上次之後再看狀 要明天才有辦法判斷 是換到 Él 在錄 對 先飛行 對 先飛行 對 先飛行 是樓 就開來 先飛行 積得 就啪 press 教 什麼叫做不離不棄是我兄弟了 那麼大帥 這個才是 應該真的是 做了最好的詮釋 無論棒球在高峰 或是之前射賭低谷等等